歡迎大家收看國恆電訊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要開箱的就是OPPO的第一款11吋平板 就是叫OPPO pack的 這一部是未開的 都幾大盒的 那我們開箱看看 有送這個33窩的快充和充電線都有 而小米平板5是沒有送的 這隻的顏色就是極光紫 如果你不喜歡紫色 想買正常的顏色 那都有曉夜黑的 直黑色 那紫色是有些不同的 有些工藝 那這裏有OPPO的LOGO置 開閃光燈 看一下平板的四位 其中一邊就是充電口是Ti-C的 有兩個喇叭的 另外一邊也是有兩個喇叭的 換言之這個平板 這裏有四個喇叭的 開機制都在這裏 還有在喇叭旁邊 就是這個位置 就印住了這個 道比全景聲的LOGO置 平板的第三條邊 是音量制 加減 最後一邊 什麼都沒有 你看到這個平板都是很薄的 只有6.99mm 平板是內置這個繁體中文香港的 同樣其他國家的語言也是有的 我們走CalaOS 看看它的效果 是雜邊框設計 7mm 黑邊 看看它是什麼心 都是用上平板最快的心目 就是Snapdragon 870 這條RAM是可以拉的 它是6GB實體RAM的 你可以虛擬 加到5GB RAM的 那容量呢 空間的容量就是 128GB 或者是256GB 不能加SD卡的 Android的底層 是這個Android實行的 平板的顯示色水也是漂亮的 它是有10億元色 還有2.5K的畫質 就是解像度 還有120Hz的螢幕刷新率 電池用量有8360的 剛剛說過 33W的快叉 給予充電器 有10億元色的 現時11寸平板的選擇 都比較多 我手桌上 就有3隻牌子 4隻 加上小米就有4隻 其實大家的效果都差不多 都是用上Snapdragon 870 都是4個喇叭 到比全景聲 或者是JBL喇叭 類似這樣的 再比較一下細節 黑邊 哪個窄一點 機身哪個薄一點 機身哪個薄一點 機身哪部輕一點 上手 我們比較一下細節 再看看 你需要買128GB 還是256GB 再這樣比較一下 我印象之中 這部的電池容量是8600 這隻只有8360 那隻電池容量就更多 還有那部是 手感 我印象中的手感 感覺告訴我 那部好像是輕過這部的 還有薄過這部的 那我可能是錯的 你們可以自己檢查一下 因為那部我挺喜歡的 同樣都是有送火牛的 而小米那部就沒有送火牛的 那大家想問我們 推介平板的話 那你可以聯絡我們 國行電訊 我們的WhatsApp號是 97964328 多謝多謝 多謝收睇 拜拜